歡迎收看手機遊戲量子特工,我是尼亞斯 這是一款十個...呃...四個月的遊戲,對 我還記得我拍這款遊戲的時間點是2019年7月10號 那終於這款遊戲在2019年的11月28號經過了四個月左右 終於公開公測了,讓大家可以玩了 那遊戲的登錄介面呢,也跟以前比較不一樣 以前是在海上有一個女生很性感 那現在是一個未來科技風,還有一個女生坐在...有點像是窗邊,我覺得好帥 那我們可以選伺服器喔,目前是東南亞服、南美服、歐洲服跟...呃...北美服 那我們應該算是東南亞、亞洲的伺服器 而且PIN值也比較穩,那我們就直接開始遊戲吧 好的,開始遊戲之後呢,我們可以選擇畫質設定 我是希望可以選完美,為什麼不能選啊? 我只能按知道,啊,他是說到時候可以選擇啦,OK 好的,那我們就這次開始囉 然後我記得這款遊戲不是可以捏臉嗎?為什麼他現在沒有提供捏臉啊? 欸,等一下,我現在突然發現了 這個角色是我在公測的時候捏的臉嘛 私之感冒交納四等,這是我的帳號嘛,欸? 欸,封測,那時候是封測,算封測吧,體驗測試 我那時候體驗測試的時候,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好像是下載別的... 伺服器,別的區域,不是台服,因為那時候沒有開台服,所謂的台服 那我那時候就是捏這個臉,所以我現在不能重新捏臉了嘛,我看一下喔 我剛剛發現了,就是我...就是體驗測試的這個帳號還是可以捏臉 按左下角的這個外觀啦,然後按左下... 大家有沒有看到就是在我的...衣服服裝這一欄有沒有,衣服服裝這一欄 這裡下有一個保存搭配嘛,保存搭配的左邊 左上角一個人物的大頭,有一個框框正方形有沒有,就是這個,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你就可以開始切換你的造型,比如說你的... 呃...臉啊,之類的,都可以切喔 對,然後我感覺這個按鍵有點飄移掉的感覺,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現在目前先長原本這個樣子好了,不用去...呃...再儲存設定 OK,我們現在正式開始準備要遊戲啦 好的,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場,嗚... 有一些角色穿的衣服不太一樣,而且那帽子好可愛喔 然後有人戴一個粗光眼鏡,跟我的眼鏡有點類似 然後我現在用的畫質是高清畫質,應該是這遊戲中最高的畫質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飛機是非常的高科技 好像一個戰鬥機的感覺喔 好的,那我們就...這場跳傘跳在... 因為我們之前在測試的時候是跳花海附近嘛,然後去逛花海嘛 因為我覺得吃雞類型遊戲很少會有那種... 花海的這個場景 一般來講都是那種廢城啊,或者是一些... 戰場的區域,我覺得那種東西已經看到膩了 所以我覺得這款遊戲它...有做出一個很... 未來科技有點日系的一個區域,就是類似這種花海我覺得真的是... 還蠻用心的,就是... 你在同時戰鬥的過程中你還是可以... 我簡單來講我覺得這款遊戲厲害的點是... 它有這個花海,我覺得可以吸引到一些女性玩家 因為我覺得一款遊戲呢,其實... 大部分遊戲的狀況下都是... 大部分吸引男性玩家 那...很難能可貴的是,一款遊戲如果可以吸引到男女通吃... 老少賢儀的話,我覺得這款遊戲應該就可以成功 那... 當然不知道未來的人數會不會變多啦 但...單純今天就是先來玩一下 然後剛剛有遇到這個... 就是說,比如說按鍵在正中間 那我的...大拇指一定要按偏左邊,空白的地方我才可以... 按到這個按鍵喔,重型武器子彈 我現在拿到一個手炮,大家還記得手炮是什麼嗎? 之前測試的時候有玩到 它就有點像現實中遊戲的散彈槍喔 而且我覺得這遊戲的散彈槍其實...沒有到那麼的...好用 等一下,我看一下這把槍是什麼東西 我要怎麼開背包,有點忘記開背包 這什麼,治療槍可以恢復生命子彈沒有傷害力 我猜這個治療槍應該是拿來射別人用的 所以我就不撿了喔 那...治療槍的子彈是在哪裡? 封帶河,喔封帶河要撿一下 對對對,然後我們現在拿到這把槍是什麼,我看一下 自由先鋒,它是一個全自動步槍 綜合性...綜合性能比較平均喔 推薦新手使用,那我們就先用這一把吧 等一下...應該是可以用 然後大家還記得嗎,這遊戲有量子技能喔 這個50點這邊,我們可以選擇盾牌啊 或是草叢,好,草叢可以做來...躲...躲藏這樣 我們用哪一把衝叢槍啊 射速怪...欸,有敵人在附近 在哪裡 看一下 我沒看到人耶,應該是在互打,等一下 過去看一下,我看到人了,我看到人了 等一下,我剛剛突然有點不太習慣 因為我沒有設定左側的射擊劍在... 左上角啊,等一下,我先在這邊偷設定一下 欸,兄弟先不要打我啊 我設定一下左側射擊劍,我的左側射擊劍去哪裡啊 啊,在這裡啊 原來在這裡啊 放大放大放大 這麼大,夠了吧 我看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這夠大,這夠大 另外一個敵人在哪裡 附近應該是有另外一個敵人 剛剛在跟他互打 不知道有沒有跑掉 有看到人嗎 啊,沒有 你先偷偷搜索一下 欸,左側有那個腳步聲 在底下,應該在底下 等一下喔,應該是沒有東西拿了 他在水上的樣子 啊,我看到人了 喔唷 擊殺 OK,很好 他剛剛應該是在打底下這個人啊 不過底下這個人幹嘛 幹嘛躲在,躲在底下 他為什麼要取一個比較不優勢的底下 而且他在水上耶 水上通常一般的 大老殺類型遊戲或吃雞遊戲 通常會比較 呃,怎麼講 移動速度比較慢 感覺起來啦 我有點忘記量子魔方是幹嘛 好像 啊,量子魔方就是可以讓我用量子技能有敵人 哎唷 哇唷,哎唷 這個 等一下,這射速也太快了吧 這射速快的有點 有點詭異啊 瞬間子彈就沒了 40發耶 40發子彈在瞬間的情況下就直接 用光了 我覺得這射速有點可怕 呃,我不是說他的 這把槍很厲害 我是說 這可怕的讓我有點難控槍啊 呵呵 感覺射一下子彈就沒了 然後 可能就被人家打死的感覺 這可能需要 我花一點時間練習 欸,這邊好像被開過的樣子 欸,有槍聲 真的有槍聲 樓上嗎 到底在射誰啊 我們去看一下 在哪裡啊 有車聲,有車聲 前方,前方,前方 看到了,看到了 這應該是 哦 哦 我看能不能射 不行,他沒有開過來 他開去前面了 我看一下他會不會停車 好像不會 他好像不會停車 我們直接開個跑圈好了 我們直接開一個 摩托車出來 OK,我們先換衝鋒槍 OK,Let's go 他這個車子的 呃,油門是在左邊喔 一般來講 車子的油門是在右邊啊 所以我不太習慣 而且其實吃雞類型遊戲 不管是什麼遊戲啊 正版PG啊 或什麼東西的 只要是吃雞遊戲 我的開車 或騎摩托車 都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等一下如果翻車 或車卡住 我可以跟大家講 是完全一個正常發揮的一個狀態 如果都沒有卡車 沒有卡住 沒有翻車的話 我跟你講 那就是奇蹟了 等一下 有車子 有槍聲 在哪裡 有有有在那裡 等一下 OK 我的槍法有點像新手啊 不好意思 我有在努力啦 因為也沒有在玩這款吃雞遊戲 差點撞到 我聽到槍聲了 有人嗎 前面那個是人對不對 欸那是手榴彈 有真人 應該是真人玩家 等一下 下車 看一下敵人 敵人應該在前面 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他 哇手榴彈 等一下啊 他死了他死了 榴彈槍的敵人在哪裡 我看到他飛下來他飛下來 可惜我只有三倍進 他在石頭後面 水啦 他被我偷死了 nice 可以喔 可以可以 他剛剛不知道是沒有發現我的位置 還是想說 他知道我的位置在附近 但不知道詳細的位置 就直接想說直接開始舔喔 而且他是有榴彈槍欸 有點可怕 還好先把他殺死 如果沒有把他殺死 流彈槍 被流彈槍打死真的是有點可怕 真的是有點可怕 會有點陰影啊 趴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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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看到了 嗚呼呼 還有嗎 我現在身上有六倍金 然後我現在要去找我的摩托車 我看到敵人 我先把他血不滿 有敵人 等一下為什麼突然沒有聲音 他這遊戲有時候會 突然卡卡了沒有聲音 消失聲音 我剛剛開槍都沒有聲音 又是四倍進 應該是不需要啦 好目前沒有看到附近有人 我看到敵人 他發現我了 唉唷 來 哇他有點準 還沒死啊 先生你這血量有點 有點有點多喔 你是吃了什麼 打了針還是吃了藥啊 唉唷槍聲 在那個方向 我看到人了 我看到人了 哇我可以穿 穿車子去打他耶 唉唷敵人真的有點多 左側這邊也有人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看得到嗎 唉其實我不知道這個遊戲的槍 可不可以切單點或者是雙點 我直接衝過去打好了 我直接衝過去打 他們打得很開心 我按錯了 我按到補血 等一下 OK 應該翻過去 應該有兩個敵人在打 看到了 有人 到底在哪裡 喔樓下 看到了 這樣還沒死啊 他在幹嘛 附近應該有一隻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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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他等一下應該會探頭 他要開車 哇賽跑得有夠快 車子呢 直接衝過去啊 直接追他 追到底 不要讓他跑 他應該在空投這個位置 有車身 有確實是有 看到了 他撞車他撞車 我看到了 贏了 可以 等一下 還有人還有人 先拉血 來來來 縮左側 解決 他看起來有課金耶 他穿的衣服好漂亮 有槍聲 有槍聲 後面 我看到人 我看到人 哇 這什麼瞬移 贏了 哈哈 哈哈 欸 等一下 剛剛那敵人為什麼是瞬移啊 他是爆P 是不是 哇 天哪 嚇死我了 OK 我們這一場是兩星 見襲山兔是什麼東西 是一個個人排名排位賽的名稱嗎 下一步 哇 我還停在一個車子旁邊 不過這看起來是一個越野車喔 呃 擊敗了15個敵人 然後生存了17分鐘 傷害是1477 哇 這傷害沒有很高欸 殺15個 15殺的話傷害也沒有很高 可是敵人的血量感覺很高欸 要殺掉一個人應該血量蠻多的吧 因為剛剛是打好幾槍 部槍的部分就要打好幾槍敵人才會死 怎麼會傷害這麼低啊 因為如果你殺15個 然後每個人的血量都是被你耗完的狀態下 這樣來講 血量不會那麼低吧 不知道 好我們返回大廳 好看一下 然後可以 已經完成一些任務 可以去領取喔 然後就可以拿一些獎勵 這跟一般的 任何遊戲應該都差不多啦 就是會有一些每日任務讓你可以玩 好可以去 獲得一些獎勵喔 那我們順便來結束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賽季的部分 好賽季的部分 目前他應該會有所謂的 最低賽季是 排位是見習山兔 然後往上拉的話是 王牌熊獅 怎麼都是動物啊 第一次看到用動物當排位賽了 還蠻酷的還蠻酷的 那我目前這款遊戲我只玩了三場 所以就就就這 排位沒有高 哇這個是排位的段位獎勵嗎 好好看喔 欸這個 這個很有 我覺得 有誠意耶 你說這個褲子短褲是大部分遊戲都有 但這個外套我覺得 真的很棒耶 這外套 大家不覺得嗎 我覺得有點sexy的感覺 有點馬來西亞的英文的風格吧 對不對 我記得馬來西亞還是新加坡還是哪裡 講因為會有點 很特殊很酷的口音 sexy 一般來講是說sexy嘛 還蠻酷的 好目前我是在幫各位玩家 觀看這個商城販賣的衣服喔 因為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 這款遊戲課金跟不課金可以獲得的衣服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我們就不看課金的部分 我們就看不用課金的部分 目前我看到的衣服就是這一件 喔其實我 這不是帽子喔 這只是一個衣服 我可以先把我的這個 欸我有沒有辦法把我的 我的衣服全部重置啊 好像沒有辦法 好大家就看衣服上半身的這個部分喔 其實這個要24888的遊戲幣 我覺得遊戲幣這個賺應該是不會很困難啊 只要持之以成應該都有機會買到 然後再來這是這一件 喔這是男生的 然後這是女生的這個 有點像吊嘎的部分嗎 我覺得這一件蠻好看的欸 如果搭配原本 你看啊我現在是 原版的 呃 髮型原版的褲子跟鞋子 然後搭配這一套衣服 我覺得就不錯看了 那這邊還有一個比較便宜的 19888 有點像是一個 呃 調酒的服裝喔 餐飲服裝的感覺也是蠻好看的 蠻正式的感覺喔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 南腳的T.. 這個 吊嘎啦不是T恤 就很正常 然後欸後面還有其他的東西欸 這邊也是 這個喔這個短褲好像有了 然後這邊長褲是南腳的部分喔 喔這一件也不錯看了欸 還蠻休閒的感覺 就感覺它的無課金的服裝衣服 都是比較休閒的風格 喔這邊還有更多更好看的欸 所以其實這款遊戲在無課的方面 我覺得目前為止 目前下一階段來講 我覺得是蠻佛心的喔 我目前看 那我們再來看課金的服裝好了 好課金的服裝 那想當然也是比較Fashion一點嘛 那這個 無可厚非嘛 因為遊戲公司也是需要一點 金錢去經營它的遊戲 經營得更好喔 所以我覺得 無課跟課金方面做的都還算不錯 那我個人就是可以推薦大家來玩這款遊戲啦 有興趣的話可以在Google Play商店搜尋量子特工 或者是在iOS的 App Store去搜尋量子特工 相信你就可以找到這款遊戲啦 如果找不到沒有關係喔 可以Facebook搜尋量子特工 找一下他們的官方網站 應該有提供兩邊的 這個手機的載點 好那我們這集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這個量子特工的系列影片的話 可以記得一定要留下個喜歡 有留言 好分享你對於這款遊戲的心得 好跟分享你的戰術 或者是你的打法給我 因為畢竟我是個新手 我可以學習大家的戰術 跟大家一起進步好不好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記得留下喜歡訂閱 加幫助小鈴鐺開始通知 這樣在我每次上傳影片會開始播出後 YouTube系統最後可能會通知你喔 那如果沒有通知也沒有關係 記得我每天晚上六點發片 假日都要是早上九點跟晚上六點 這三個時間點我都會發布影片 有興趣的話記得準時收看喔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再見囉